根据城市新闻社报道 洛杉矶市长加西提于周三 签署通过了2021-2022财政年度的预算案 总金额高达112亿美元 是洛杉矶市有史以来的最大笔预算案 其中预算案包含了美国救援计划 分配给洛杉矶市的13亿美元纾困金的一半 而未来12个月内 若是将收到另一半纾困金 本次预算案中的较大款项 包括用来治理游民危机的9.55亿美元预算 其中有7.91亿美元来自市府 与联邦及州府在去年为应对疫情而配发的基金 报道也指出 这项预算案也分配了约17亿美元的拨款 给洛杉矶市警局 比去年的预算增加了3% 额外的预算分配包括 6200万美元将用于帮助旅游相关企业和餐馆 3300万美元用于帮派减少和青年发展计划 另外3000万美元用于扩大太阳能和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以及2900万美元用于推动 无条件基本收入式典计划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